传达澳洲华人的心声 分享世界华人的故事 FM95.3 惠灵的Mandream Beats Mandream Beats由西奥客家公会联合播出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到5点 最好听的中文歌曲在这里 惠灵的Mandream Beats 这里是Mandream Beats 频道9.3 我是惠灵 今天我很有幸的能够邀请了几位特别来宾 那这三位来宾呢 是来自中华会馆中文学校的三位校长 让我呢一一为大家来介绍 首先有的是来自Rosmoye学校的校长 马选丽博士 你好 你好惠灵 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的是来自Liming学校的校长 丽华博士 惠灵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的是来自Molly学校的校长 陈水玉女士 你好惠灵你好 听众朋友们你好 我呢其实要非常的老实说呢 就是从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校长了 今天在我面前呢还是有三位校长 我紧张的不得了了 我们呢今天很有幸的能够呢就是来采访这三位校长 首先呢就是可不可以让大家呢来介绍一下 就是身为一位校长呢 基本上在学校主要的任务呢是做什么呢 马校长 主要的任务啊 如果说到日常的话 那到学校里边去要组织当天的教学啊 然后要如果学生有问题的话 可能作为校长你要去处理啊 如果家长有问题要来问的话 那你要就是为家长答疑啊 或者是就是解释学校的一些运作的情况 可能对于那一些不了解中华会馆学校的朋友们呢 就特别想要了解的是 这三所学校就是Rosmoyne Molly和Lie Min呢 主要的这个教学教育的系统是一样的吗 我们主要的都是系统都一样 就我们就用两本书吧 就是中文和汉语 就是这两本课本 这两本书不是一样的吗 汉语就是中文 中文就是汉语啊 这两套书呢都是由中国国务院乔办给我们提供的 两套书呢都是为海外的这个孩子学中文设计的 那么汉语也是中文 中文也是汉语 但是呢 它两套书呢各有特色 所以我们三间学校呢都是用的这两套教材 但是呢 至于说哪一个年纪哪一年用哪一本教材呢 我们校长自己决定 因为它各有特色 这个我们三家学校应该是说 开课的时间是一样的 都是星期六上午 至于说班级的那个建构吧 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 现在具体说到像我 Rosemoy这边的话 我们是从幼儿班开始 一直到十二年级 那么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 我们有十一十二年级的高考班 这个就是SKASA注册的这种班级 所以他们的成绩是要录入在 就是在校成绩是要录入在他们的那个高考成绩之内的 我觉得这个呢是很多人的误会 包括呢我本人一开始也是以为呢 学习中文这个科目呢只是一个课外活动 就只是一个爱好而已 并不可以把它当成是就是考大学的时候 可用的一个科目 现在很多这个日校都开有中文 而且中文呢也是高考的一个项目 其实呢我们的学生很多也就用中文是参加他们的高考的 虽然说除了Rosemoy的他是政府是承认他的这个班的 其他的我们另外两所学校的学生呢也都有有学生去参加高考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成绩是不济如他这个教育部的这个系统的 我相信还有一些人呢肯定还是蛮想了解 就是这学生呢在课堂上一般上是学什么 主要是学口语还是写作呢 那你要看是小孩还是成人还是哪一个年级的 整个的来说我们三间学校也都差不多 比如说丽敏和莫里我们有亲子班 那我们的一到三岁的孩子亲子班的课程 也就是带着孩子们说说唱唱跳跳 所以它是根据语言的发展来设计的 你们的班就是成校长一般你们的班多大呢 我们的班一般最多就二十来个学生 那如果二十来个学生呢 每一个学生的这个华文的水平水准都是不一样的话呢 要怎么样用同一个同样的教材来教所有的学生呢 还是说老师会像补习班一样 补习老师呢都是一个一个教的 虽然是同一班 同一班是一起教 但是呢老师可以分就是学生学习比较差的 就是说作业方面呢可能就给比较简单一点 可能就是句子方面句型方面 但是呢我们的班有 有的就是说听力好 因为家里都有时讲有讲普通话的 有的呢听力不好 但学好 就是老师要把他们都放在一个同样的程度教 是没有问题的 亲子班和学前班之前呢都是按孩子的年龄来分的 这个时候尽管有的孩子在家里可能讲中文 有的不讲 但是孩子的语言发育 语言发展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我们是按照他的年龄来分的 从一年级以后呢 其实我们是在按他的程度来分班的 并不是说六岁的必须进一年级 那我曾经呢是听过一位澳洲妈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她本身呢是认为说像学习语言这东西呢 她只能当做一个爱好 她不能够说特别多的时间花在这个学习语言 因为呢会造成孩子呢 就是在他们平日上课的时候很容易分心 就集中不了 成绩就考得非常不好 这一点呢 你们是怎么样看的呢 我也是在日校教书的 我有很多学校 有很多家长都这么说 就是我们的学校是必修语言到19年级班 很多家长说我的孩子英语都不好 怎么去学中文呢 但是我就不认为这一点 所以每次如果有什么开会跟家长交流的话 我都会尽量的让家长们知道 我们学两种语言 双语的孩子都是比较聪明的 这个你学另外一个语言啊 对你的大脑 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这也就是西澳政府是已经设计出来 从2018年 也就是明年开始 他这个语言啊 第二语言是composary的 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必须要学 对就作为必修的课程 从三年级开始 三年级开始就是必修 必修语言 不只是中文 就是全部 就是第二语言 第二语言 嗯 其实我相信呢 就是担任校长这一职呢 是很不容易的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让你想要成为一名校长 而这挑战对你来说是什么 的确像慧玲说的一样 我们是叫做出力不讨好 这个工作以外 我们最大的任务是要设计学校的课程 我们的这个任务是非常多的 我们三位校长都是我们 一个星期学校工作四个半小时 但是我们没有一天 不再为中文学校的事情在工作 这样对于陈校长来说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呢 让你继续坚持 担任校长这一职 学生 家长 因为我们那边很多家长 其实都是家长来 把我邀请回来当校长 这是 这就是给我一股很强的 很大的力量当校长 嗯 那么马校长就对您来说呢 有让你觉得有特别不一样的感想吗 我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你不做校长的话嘛 你如果做一位老师 你可以影响一个班 那么你做到校长的话 你就会可以影响到一个学校 那么就是说你的影响力大一些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传承中国中华的文化 那如果家长们呢 想要得到更多的信息呢 李校长他们可以前去哪一个地方得到更多消息呢 中华会馆的晚页都涵盖了三间学校的信息 另外呢就是我们黎明学校呢 也有自己的晚页 所以你只要搜索 就打进去黎明中文学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晚页 然后呢也可以在Facebook上面 也有我们的资料 那还有Molly学校的呢 在我们的Molly学校 就是Facebook www.facebook.com slashCWCSMolly 就可以搜索到我们Molly的信息 好谢谢三位校长